台南市路耳門聖母廟連續辦六年春節創業基金擲杯比賽 只要有連續十個醒杯就能夠報回兩百萬大獎 而今年是有一位35歲曾小姐幸運報回兩百萬 也成為歷屆以來最年輕得主 擲這個杯不是要求神問譜 而是要碰運氣拿獎金 說300的清源大超只要連續擲出十個醒杯 就可以報回最大獎現金兩百萬 參加人數雖然不如往年 但獎金可沒因此減少 台南市路耳門聖母廟辦飽杯比賽已經第六年 這名坐著輪椅的夫人和女兒一起來飽杯 四手氣希望可以拿下大獎 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 不過挑戰失敗 女兒當場哭了起來 但其實就連廟方都說 要連續保出十個醒杯 真的不簡單 我們要擲三杯就真的很困難 是說要機率 還是說無言無言 兩百萬獎金大獎 最後由證明運氣超好 卻戴著口罩低調到不行的曾小姐給報回家 她要用這筆錢來創業開一間茶飲店 運電TV 鄭黃斌 台南報導 只要道 現在 Brother 包吿了 下一班